各位觀眾,新的一年,首先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平安安 不過我知道大部分觀眾都因為有禁堂食 而被迫在家看Youtube 但這次真的跟平時有點不同 這次與其說是說賽車的話 不如說說一個新聞或者趣聞 但不完全是賽車的新聞 反而這是一個跟美國政治十分之有關的新聞 有不少人會說,體育和政治應該分開 對,你覺得很對 理想之中,體育競技最好當然是跟政治分開 但現實就是,由於參與比賽的人、觀眾 甚至主辦單位都有他們的立場和目的 因此無可避免,現實、政治和體育就總是分割不了 你看1936年的奧運,還有俄羅斯的國家級禁約事件 就知道越大的比賽,跟政治的聯繫就越多了 不過這次說的就不是那麼嚴肅的事 反而再說是一個笑話 但這個笑話是一個席捲全國的事情 在一個異線的比賽,突然變成全城的話題 本來這件事都三個月之前發生 但近日就有些新的發展 今天就來講一下這個美國的新政治秘密 Let's go Brandon 哈?關賽車什麼事?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了 各位開始之前先做個宣傳 這個頻道主要講說要關賽車運動的新聞、趣聞、故事和相關資訊 如果有很多好看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鈴鐺搶屎湯啦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2021年10月2號,今天是美國阿拉巴馬州 Teladega Super Speedway舉行一場NASCAR Xfinity Series比賽 是NASCAR全國賽的第二級比賽 為免大家不能理解,我用足球來比喻 如果NASCAR Cup Series是英超的話 Xfinity Series就是英冠 Truck Series就是英甲 不過這些英冠已經夾完的賽 偶爾會英超球隊來客串 因此這場比賽本來就不是有很多人留意的 由於去到入黑之前都未能分出勝負 賽會就決定比賽提早完結 由當時領先比賽的28歲車手Brandon Brown 也就是事件的主角獲得冠軍 這個也是他參賽多年以來的首個分賞冠軍 當然是要慶祝一下啦 慶祝完之後當然要即場訪問一下他 當時播放比賽的NBC Sports 旗下的記者Kelly Starvis 負責訪問Brandon Brown 而訪問期間就發生了這一幕 Brandon you also told me As you can hear the chance from the crowd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慢著慢著 觀眾是不是真的在喊這件事 我們再聽一次 As you can hear the chance from the crowd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啊對的 Sorry Brandon 觀眾們真正在喊的 不是Let's go Brandon 而是 Joe Biden 是在罵他們的美國總統拜登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首先這裡是阿拉巴馬州 是美國最保守的州份之一 自然就不是拜登的支持者 同時在南部其他地方的體育比賽 都有人開始這樣叫 希望在直播節目當中有人聽到 而這班車迷都只不過是跟風 在這一場不是太多人的比賽裡面叫 然而不知道是因為主持人聽錯了 還是想故意粉飾太平一下 那這一句話 不單是沒有被壓下去 還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Let's go Brandon 這一句話 就此就變成了 Joe Biden的代名詞 正如我之前所說 這場只是NASCAR的次級別賽事 本來就不是太多人留意 但當有人把這段片上載到Twitter或Youtube之後 並且再有一些反拜登的KOL推一推之後 這段訪問片就馬上告Viral 當時首先是有人當這個主持人說錯話當的笑話題 然後就開始有人指責主持人Cady Stavis 抹殺了現場觀眾的真實聲音 但更多的就是從這句話而出現的二次創作 由最簡單的Meme 去到精心製作的歌和MV都有 這首Let's go Brandon的歌 甚至是一度在iTunes的排行榜上排到第一位 一時間這一句話不單是那些比較關心政治的人 簡直是男女老友都會說 在美國成為後半年最流行的潮語 然後一大堆相關的產品 比如紀念品、加密貨幣、甚至實體店都有 共和黨議員、州長更加都會在公開場合說這句話 最好笑的是在聖誕節 拜登總統和夫人在接聽一名市民電話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一幕 對,我希望你們也有一個美好的聖誕節 祝聖誕節 Let's go Brandon Let's go Brandon, I agree 真心的,這一句話有其他人說 都沒什麼感覺的 就是拜登你自己說才是最好笑 不管你本身知道還是不知道也好 那為什麼這一句無心插漏而出現的政治潮語 會這麼受歡迎呢? 有分析指這一句話 現時的用法有創意、有明確 意志得來,聽起來又不算是太有攻擊性 所以知道如果是原本那句話的話 肯定就不會那麼多人說 很簡單,小朋友就不會說 畢竟這個是很粗俗的說話 但是人本來就是很懂用Euthemism 一些很偉軟的致詞 去表達負面的意思 譬如用Pathed Away去代表Death 中文也是一樣的 用過身,走了代替死亡 這次他們無心插漏地用Let's Go Brandon 這麼正面的句子 去替代操續而有攻擊性的語句 可能就是他這麼流行的原因之一 當然我這裡有講賽車 政治和語言學這些我就不講太多了 不如說一下這件事對NASCAR 以及事件主角Brandon Brown 的影響 特別是事情在近日有些新發展 Let's Go Brandon 在全國流行之時 亦都同時令到NASCAR 從一個不是太主流的運動 有機會在主流的新聞和媒體中出現 不過NASCAR自己就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注視 不是太開心 在11月,NASCAR的主席Steve Phillips 表明NASCAR是不想跟任何政治信息有聯繫 事件主角的Brandon Brown 雖然自己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亦都在Twitter曾經半開玩笑地說 Lets Go Us 但他自己就不太想跟這句話有太多聯繫 因為他的家族車隊Brandon Built Motorsports 自從這件事之後 不單止因為人氣急升而獲得更多的贊助 反而一眾品牌都因為不想跟這句話有聯繫 而不贊助Brandon Brown 去到去年年底 他們得到一個新贊助 就是LGB Coin這個加密貨幣 原本說不想跟這句話有聯繫的Brandon Brown 可能真的找不到其他贊助 於是就決定跟這個擺到明用這句話 做推廣的加密貨幣合作 出戰2022賽季 當時算是把稍為靜下來的Lets Go Brandon熱潮再度激起 但這個時候NASCAR出聲了 說要審計一下這個贊助 到這個星期二 有記者就指出NASCAR已經否決了這個贊助 令到Lets Go Brandon這個話題又出現新爭議 不過NASCAR至今都沒有出一個官方的聲明 但LGB Coin那邊就指出 NASCAR本來已經是批准了 更加附上了Email的CAP Screen 但有子車隊並未明確指出LGB Coin和Lets Go Brandon的聯繫 才令他們再次審查的時候否決贊助 另外也有指去年11月 NASCAR已經跟Brandon Brown開過會 表明NASCAR是不會讓Lets Go Brandon直接出現在賽場上 但在車隊提交贊助和車花設計的時候 NASCAR那邊又沒有說什麼 公佈了才說不行 看來真的會有機會要打官司 總之現時的情況非常嚴重 首先支持Lets Go Brandon的群眾和車迷 當然就覺得NASCAR有心為難 是政治迫害 而且NASCAR的主要觀眾都是南部的 保守派的支持者 這樣就真的得罪了自己最忠實的車迷 另外NASCAR想遠離政治的意願是很明確的 也非常容易理解的 有傳很快NASCAR就會宣佈不會容許政治相關的贊助 畢竟體育比賽和政治爭拗太相關的話 對NASCAR自己的形象 以至他們的生意都會很受影響 問題是你怎樣定義呢? 你說這些Donald Trump的選舉廣告不行都理解到的 Lets Go Brandon背後的意思都很明顯都理解到的 但是BLM呢?LGBTQ呢? 那這些又算不算是一些政治相關議題呢? 這樣又會不會開了一個Pandoras Box呢? 我覺得NASCAR想遠離這些話題是很合理的 畢竟近幾年NASCAR已經多次牽涉到這些相關的事件 譬如是Donald Trump當年的高調出唇 又或者是Bubba Wallace的頸圈事件 豬流新聞報NASCAR不是因為比賽 而是因為誰誰誰誰說支持誰 這個實在是很不健康的 但是他們今次這個事件的處理手法 就真的令他們捉蟲了 看看他們能不能夠在完美地通了500之前 處理到或者淡化到事件 話說回來 其實這件事最慘的真的是Brandon Brown 當日他是首次贏車 但是所有人記得的卻是Let's Go Brandon 而更慘的是 無論是F*** Joe Biden 又或者是Let's Go Brandon 他都不是講過一個 但是深受其害的卻是他自己 沒有品牌想跟他合作 找到贊助 現在又被禁了 雖然Let's Go Brandon 製造了一個熱潮 也製造了一些雙機 但是Brandon Brown 自己是真的沒有受過益處 如今他們是有機會因為沒有贊助資金 而沒辦法出戰今季比賽 可能這一個正正就是 Let's Go Brandon 這個笑話事件當中 最諷刺的一個笑位 今次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其實今次也真的不是講賽車 今次是輸體一個跟賽車有少少關係的話題 但其實我也想嘗試做相關的主題 就是借賽車引伸出其他題目來討論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聽 可以留言說一下 遲些下可能會在FreeStyle開一個新系列說這些 最後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政治宣傳和體育贊助 有沒有可能共存呢? 會有什麼問題呢? 大家記得留言說一下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請按LIKE & SHARE 上面 還有我鐘仔搶先看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acebook IG MeV 最後想贊助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加入 原來都可以用Super Thanks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我們下條影片見